如果买回来的是公寓的话 都不可以任意改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 其实买回来的屋子 都未必是一定一定可以养到宠物 日本的法律就会比较保障租客 另外如果买回来想短期内租出去 然后过几年后才收回自住的话 我们大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地产商 比较偏向星期三放假的呢 这一日所谈的生意都会付诸流水 こんにちはEmilyです 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拍有关不动产的知识片段了 很偶然我们也会收到观众的提问 买楼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点 今次就借助这个机会 为电视机面前或者手机面前 或者电脑面前的观众解答一下问题了 首先买回来之后 理所当然地交屋屋属于自己 照常理大家可以自由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装修 但其实如果买回来的是公寓的话 门、窗框甚至露台都不可以任意改造 当初听完这个信息之后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 答案就是 原来一旦改装之后 会令到整间屋的公寓外观 会变得很不同一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从这个公寓外观看上去 看到窗框 有些是星形 有些是心形 有些是圆圈 那大家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样会严重影响到公寓外观 更加严重的也有可能影响到整体的楼价 除了门窗外观之外 功能上也会有所要求 例如隔音问题 尤其是地板 如果大家在日本买公寓回来 然后装修的话 相信也会有机会听过 LL45这种地板类型 它是有一定的隔音功能 很多公寓都在采用这种规格的地板 当然不是每一个公寓都会用这个地板 有些公寓甚至会用一些要求规格更高的地板 所以买回来之后 打算随心所欲 装修的观众 就要注意一下这一点了 接着说到 养宠物的问题 租房的情况 很多时候都会怕小动物 会令到家屋破损 所以我们带着小动物去租房子的时候 往往都会被房东拒住门外 但是想在这里澄清花点 其实买回来的房子 都未必是一定一定可以养到宠物的 以公寓的情况 就会有很多管理的规约 去限制或者禁止屋主去养动物 日本是一个比较着重私人空间的民族 就连自己生活的杂音传去别人家 都会比较到后期的 如果养小动物的时候 假如养狗仔 会有狗肥声 这些狗肥声传去别人家 就会很容易被投诉 就算大家找到一个公寓 可以养到宠物也好 他们也会有些规条去制限小动物 例如最多可以养多少只 或者他们成年的时候 最长多少cm等等 回答到这里 有些观众就会私底下来问我 假如小动物是不会废的 安静静就不会被人投诉 那不会被人投诉的话 是不是可以养呢 在这里 如果我作为一个房地产的身份 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坚决答 不可以 如果大家想养动物 比较热闹的话 大家选一户建 因为一户建 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限制 接着我们讲一讲租药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的租房概念 都是租药为期两年 每当租药期满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要求租客加租 或者可能收回房子自己住 但是日本的法律 就会比较保障租客 所以往往有些客人会来问我 我想买一个物业 是投资自住两用的 其实我想在这里澄清 这个做法是不太可行的 一般租药为期两年 相信这个和我们认知是一致的 但是说到上条租金的话 在这边的法律规定 必须在房东和租客同意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进行的动作 所以顾名思义 加租这个动作 基本上成功率就不是特别高 好了 说到这里之后 也要有些观众跟我说 如果是这样 我收回房子来 再找个新租客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方法 也不算是完全可行 如果想要求租客搬走的话 就必须有正当的理由 才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至于怎样为之正当理由 就必须要经过法院的判决才可以知道 但我们要记住 不可以以租药期满去要求退租 就对了 如果租客决定在我们屋里住一世的话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是束手无策呢 正所谓世事任务绝对 比较常见的坊间做法 都是房东给一笔钱出来 请租客走 那笔钱究竟是多少钱 就视乎租客搬屋的时候 所产生多少个费用 而在这个费用上 再加一点心意 那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加心意 因为它把房子养出来给你 但反过来想 如果你作为投资客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其实你是不会想租客搬走的 因为如果一旦搬走的话 那几个月你就会没有租金收入了 假使我们有一个投资物业 空档期空了三个月之后 找到租客回来 首先这三个月的租金我们收不到回来 之外呢 我们经由一个不动产公司 招作一个租客回来 平均的市场价格 就大约是两个月的租金成本 即是这里已经补上了五个月的租金成本了 如果大家的投资物业是一个公寓的话 不要忘记把你的每个月的管理费 和收线职纳金的成本加上去 另外如果买回来想短期内租出去 然后过几年后才收回来自住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定期借家契约 我们在这边的业界简称就是定借 日文就是 当契约不想更新前一年 至到前六个月之间 房东向租客表示不想继续租的话 就可以请租客走的了 但最好投资还是投资 自住还是自住 因为始终两种性质的居住条件 都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投资的话 很多投资者都会选择比较小的单位 可能是200尺左右 1房间 或者1K的房间 是一些一眼就看完的格局 而自住的话 通常偏向想买一些大小小的单位 起码都会有一两个房 有完整格局的那种单位 但这一类的单位 就会和1K的房间 相对地入住率没那么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多观众来问 我们为什么日本的地产商 比较偏向星期三放假的呢 原因上面有两个说法 第一就是我们的客人 多数都是星期六日放假 如果星期六日放假的话 我们就必须做些事前准备 例如准备一些示范单位的家司 或者印传单 打电话约客户 星期六日去看楼 之类的动作 我们就会星期四五做 星期六日 顾名思义就是大楼 大楼之后 未必每一个客人 都会立即和我们博取的嘛 有些客人可能会回到家 停一停 然后想一想 大约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 才会打电话 找我们和我们说博取 所以休息日的话 星期三就最好不过了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二头问题 如果相信大家 有学过日文的观众 都有能够背出 星期一至日是如何写的 好 我给大家十秒时间 明星期一至日怎么写 预备开始 cupea 好吗 星期一至星期日 分别是 月曜日 火曜日 水曜日 木曜日 金曜日 土曜日 日曜日 星期三就是水曜日 他们认为星期三水曜日 这个水字有不好的字头在里面 因为这句水に流れる 正正暗暗昧昧 这一日所谈的生意 都会付诸流水 所以一般都会把这一日 作为定休日去休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再收到一些有趣的问题 我也会再找一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和解答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